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来这都好几个月了 也没有回家 我知道我妈自己一个人在家怎么样 回去看看 这大娘也真可怜 这两百块钱给你吧 妈 儿子 妈 怎么是你啊 妈 怎么是你啊 妈 儿子 你快回来了 大明 他让我年出来不让我在家 让我出来有钱的 有手了还不让我回家吃饭 妈 大美怎么能这样啊 我走的时候 安排得好好的 我出去打工挣钱 让他在家照顾你 他现在这样对你 妈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还吃着药没有啊 你走了之后 他就不让我吃药了 不给我买了 好你个李大美 我每个月往家打那么多钱 让你给妈买药照顾妈 你就这样照顾妈的 妈 行了你先别哭了 虽然说 虽然说 我不是你亲生的 你把我养大 我就原来 替你养老 妈 走 回家 我去找大美 来 妈 慢点啊妈 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的 妈 妈 慢点啊 妈 慢点啊 嗯 李大美 老公 又怎么回来了 妈 你说 你还好意思说 李大美 我不在家这些天 你怎么对妈的 我都已经知道了 妈 走 先进屋 走 哎妈 你先坐这儿 李大美 你给我过来 妈妈 你听我解释 李大美 我怎么跟你说的 啊 我没有亲生父母 妈 从小把我捡过来养大 我走的时候跟你说 让你好好照顾她 你就这么照顾我妈的 李大美 你说 我娶你过来 是让你照顾我妈的 不是让你对待我妈的 还有 你别忘了 你也有老的那一天 你也有孩子 你今天这样怎么对待我妈 以后 就会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说 你还是个人吗 还有没有点良心 老母 不知道错了 你给我认错 给我认错没有用 你得看妈原谅你不原谅你 妈 是儿子不孝 儿子 娶了这么一个 不孝顺的媳妇回家 妈 儿子 妈不怪你 你们在家 他正对我 他正对我挺好的 儿子 妈不怪你 你这个孝顺的儿子 妈不会怪你的 妈 对不起 我不应该那样对你 妈 我不是人啊 大妹 喝了 起来吧 妈不怪你 妈原谅你 起来吧孩子 起来吧 是错 就感恩 就等好孩子 妈 你放心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对你 孝顺你 我再也不会这样对你了 毕丹梅 你别忘了 你今天给妈的保证 以后 好好对待妈 妈呀 已经原谅你了 知道了没有 我知道了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笑顾妈 妈 以后 我俩都会好好笑顾你的 是否总在讲 有恩 多释放不下 你 你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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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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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用你说,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我们肯定会要二胎的 你看,你们要了第一个孩子,就随你们的姓 如果说再生第二胎,这个必须得随我们家的姓 你看,你们家同意吗? 阿姨,原来是这样啊 阿姨,你看这样行吗,我回去啊,给我父母商量一下这个事 毕竟这么大的事,我自己也做不了,你看行不行 那好,你回去啊,和你二老商量一下,看他们同意嘛 行,那阿姨,那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回去 那行,那你在家吃过饭再走吧,我就不吃了 你看,大妹妹退去了,没事,大妹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我有点急事,我已经回去了 我那边爸妈商量完之后,我就跟你回话 那行,我先走了阿姨 这个小波啊,都回家五六天了,怎么还没回信啊? 是不是他们家不同意啊? 来啦 阿姨,小波来了,再来吧,行 阿姨,你看这两天,你也等着急了 你回去跟你父母说,商量了怎么样啊? 阿姨啊,我也跟我爸妈商量了,他们也非常理解你的做法 我也跟他们说了彩礼这个事 彩礼啊,反正咱就随着大六来吧 阿姨啊,这张卡里有六万六 这是我们下的彩礼,你拿着 这些啊,你平时想买点啥,吃点啥,当个零花钱就可以了 那行,我就收下了 阿姨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您之前跟我说 生了二胎以后 其中有一个跟随你们的姓 我回家,跟我爸妈也都说了 他们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见 其实,我也非常能理解,您为什么这么做 从小啊,你自己把大美拉扯大,也不容易,孤苦伶仃的 所以啊,我爸和我妈也就同意了 二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随你们的姓 阿姨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我爸和我妈,他们啊,让我配了一套家里的钥匙 他让我把这个钥匙交给你 等我和大美结婚以后啊,家里边啊,我把这个钥匙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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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银匙交给你 最后纪念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